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清清 独家出品 飞机头男子这个年纪 真气达到炼气三段 在平山市公安局整个灵异部门里面 都是能排得上号的 所以他对于他的真气本事 可以说是信心十足 在他看来 张凡在真气方面的势力 一定是比不过他的 好啊 那咱们就比划比划 张凡将丹田骑海中的真气 在顷刻间弥满全身 再起周身扩散开来 距离他两米之外的椅子 在张凡的真气忽然扩散之下 居然被狠狠地推了一米多远 看守到张凡周身的庞大真气 飞机头男子的表情陡然定格了 双眼里面尽是难以置信 他的心情也是由之前的震惊 变成了现在的震撼 女孩和寸头男子的眼中 也都是浮现出了一抹骇人 石悬人像八段的相簿实力 兴起竟一段的真气实力 这可真是天才中的天才 此时张凡把目光投向了飞机头 淡淡地笑道 还需要再比比什么别的吗 听到张凡这话 飞机头的嘴角微微抖动了一下 干笑了一声 连连说道 不比了 不比了 飞机头男子的真气实力 连接三段 道行入道三段 这样的实力和张凡实在是差距太大了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了 李主任虽然并非是修道之人 感受不到张凡的实力 但是看到在场助人的表现 李主任也是明白 张凡的实力应当是非常的强劲的 张凡的实力强 也等于是为他做了主 他的腰杆也是挺得笔直 张先生啊 你们聊吧 我去办公室里面等你 李主任说吧 张凡看了他一眼 微微点头 张凡你好 我是萧冲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李主任走后 顺头男子走了过来 向张凡打起了招呼 张凡也是笑着冲着萧冲握了握手 你好 张凡你好 我叫段玲玲 扎着马尾辫穿着皮夹克的女孩 也是伸出玉手来 脸上挂着一丝甜甜的笑容 你好 张凡轻轻握了一下 段玲玲的玉手 那飞机头男子则是红着脸 狠狠地低着头 根本就不敢看张凡 站在那里纠结犹豫着 张凡走到飞机头男子的面前 中的问道 怎么 不欢迎我呀 闻言 飞机头男子急忙抬起头来 我哪敢呢 刚才真是不好意思啊 张先生 实在是对不起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张凡也不想跟这飞机头男子太过于计较 听到张凡这话 飞机头男子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喜色 谢谢张先生大度 多谢 对了 我叫韩宇生 欢迎张先生 随后飞机头男子也是热情地握住了张凡的手 韩宇生刚刚虽然在张凡进门的时候奚落的 但是他的心眼并不坏 他看重的是实力 愿意跟别人比较 因为爱比较的原因 他对于实力强的人也是颇为崇拜的 辞职的韩宇生便是非常崇拜地看着张凡 因为张凡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 那绝对是天才级别的人物 张凡看了他一眼 韩宇生方才把手给松开 张凡通过观察得知 踢寸头的萧冲 道行十道井一段 真起实力 练起竞六段 这样的实力 即便放在风家 那也是佼佼折了 可见萧冲在修炼方面的天赋 还是很高的 那个叫做段玲玲的女孩 是一名风水大师 道行观山水五端 却并没有修炼真迹 三人里 萧冲的实力最强 并且看起来最为稳重 他应当是这个专案组的组长 索性便冲向萧冲说 萧组长 跟我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形吧 听到张凡这话 萧冲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尴尬的 嗨 我跟你啊 还真是介绍不了啊 哦 怎么回事 因为我也不清楚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形 对这个案子稍微知道一些情形的人 都出门去打探案子的情况了 只有等他回来 才可以知道具体情形啊 哦 那好吧 那打探之人 大概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大概一周之后 听到段玲玲的话 张凡微微点头 那行吧 咱们互相留个手机号码 等那个人回来 你们给我打电话 我再过来 三人均是点头 他们都希望张凡 可以加入他们专案组 因为张凡实力强啊 是他们解决案子的一大助力 随后 几人互相留了电话号码 寒暄几句 便出了专案组的办公室 到了李主任那边 见张凡进门 李主任急忙是站起身来 冲张凡夸赞道 哈哈哈哈 张先生 真是英雄出少年呢 李主任过奖了 我可没有过奖 我说的都是实实 来 快坐 闻言 张凡便坐在李主任的对面 李主任问道 跟他们谈得怎么样了呀 哦 谈得差不多了 不过 案件信息我还不清楚 得一桌之后才可以 哦 那就再等等吧 李主任说罢 瞥了一眼张凡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张凡看出了李主任的心思 索性便说道 李主任 要是没有你 我也不可能这么顺利进入专案组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您尽管说呀 那 那我就不瞒你了 我希望 您给我看看官运 还有财运 张凡听了 打亮了一眼李主任的脸 李主任 那有什么话 我就直说了 你这官运 恐怕是到此为止了呀 听到张凡的话 李主任的神色一样 不过 他也知道 张凡说的是实实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没什么特别的本事 再者 特殊的事务调查课里 又能做什么大官呢 张凡见李主任 官路宫的位置光芒灰暗 并且微微地隆起 这是做官已经做到顶的面向了 而后 李主任又是满脸期待望向张凡 张先生啊 那 我如果想追求财运呢 还请张先生 给我指条名路啊 李主任 你真的 想追求财运吗 张凡打亮一眼李主任 李主任满脸坚决 重重地 点了点头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